民進黨總動員 要來看的是 組黨四大公投過關 在公投的投票日 將會是在12月18號 因為先前可以看到 陳柏惟被罷掉了 所以蔡英文現在是 已經下了軍令 說一定要來讓 四大公投不過關嗎 我們可以看到 現在在陳柏惟的部分 已經是拜拜了 但是他還有一場 電子競技政策促進會 這也是他的國會記者會的最終回 那在接下來就要看到 要登場的就是 我們說到這個公投的部分 那另外在補選的部分 接下來陳柏惟說 他不會缺席 在補選的部分 所以有需要他 他也會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中選會現在表示說 在明年的1月9號 也就是2022年的1月9號 這是在一個中二選區的立委補選 中選會表示 11月2號發布補選公告 在15到19號是候選的登記 但是立委林維州就來表示了說 破例是在星期天來舉行 是不是有政治的考量呢 在這個補選部分 那另外公投的部分 現在因為兩黨都要來動起來 都要來動員 那在公投宣導行情 現在曝光了 包含了是民進黨的部分 如果說戶外有看板 每個人補助2.5萬 電子看板 每個月補助5千塊錢 還有黨公職至少一場說明會的話 補助原則 100塊錢以上 100人以上是5千塊 200人以上就會有1萬塊錢 動起來就是要阻擋四大公投過關 包含了反萊豬 不障礙藻礁重啟核四公投把大選等等 就要投票 那在民眾黨的部分 在今天針對了藻礁議題 痛批蔡政府只顧大內宣 完全不顧環保 民進黨的大內宣說 如果三接不讓他蓋的話 北部的缺點 缺口就會很大 其實我們不反對三接 我們反對這個選址的錯誤 錯誤的選址 其實台北港他比關塘更穩定的 可以去這樣子的一個 接降的一個天然氣 但是呢 民進黨大家有沒有記得 2018年只因為某一個人的選舉 只因為某一個人的選舉 只因為某一個人的政治需要 就深奧換藻礁 深奧換大潭藻礁 大家記得嗎 所以呢 民進黨他根本就是沒有想要保護生態 他就是只為了政治的一個鬥爭 只因為他政治的利益上面 所以他就會隨時的反變 他在在野的時候 他多麼的擁護環保 他多麼的跟這些民團站在一起 呼籲要保護台灣 保護台灣 愛台灣 是民進黨一向的口號 可是當他完全執政之後 現在這個愛台灣 愛環保的一個口號 變聽起來特別的諷刺 面對年底的公民投票 蔡英文喊出四個不同意台灣更有力 更是把反萊豬的議題 操作成反美豬的議題 醫師蘇維碩 蔡英文為了權威 模糊民進黨背棄民意 根本就是總統級的謊言 騙很大 在去年的8月28號 蔡英文志祺背棄民意 而且沒有經過民意 徵詢的民主程序 就靜置開放萊克多巴胺殘留的 美國豬肉進口 那麼現在當然民眾就用最民主的方式 就是用公民投票的方式 合乎憲法也合乎法律 要來改變這樣子一個 違反民意的政策 那這個時候 蔡英文卻突然跳出來 反對這樣子的一個公民 行使權利的程序 那甚至污蔑 這個是某個政黨的特定操作 但是讓我更為憤怒跟生氣 而且也覺得實在是太黨大妄為的部分 是蔡英文總統居然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把年底我們的反萊豬公投 改為叫做反美豬公投 他非常清楚年底的公投 沒有任何一項是反美豬 即使公投過關 也不會阻礙沒有萊克多巴胺的 美國豬肉進口 他為什麼要做這樣子的一個宣傳 我覺得是為了他自己的權位的保證 也是為了企圖模糊這一次 事實上是對於民進黨 背棄民意的一個公民投票的歷程 但是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小心 不要被他騙了 這我也要譴責 蔡英文總統失去一個總統的高度 居然用這麼明顯而低級的謊言 妨礙欺騙人民行使公投的權利 好 台灣軍進黨的立委陳柏惟被罷免之後 台中的第二選區立委要補選了 民進黨台中市黨部28號表示 簽立委林靜寅現在她已經把戶籍 簽到烏日區參加補選 現在消息一出引發熱議 國民黨立委就表示說其實您可以看到 十大金句她在過去真的是爭議不斷 真的是我們需要的民意代表嗎 時事評論員朱凱翔直言說 台中第二選區本來根本就是來了 一個女版的陳柏惟 我記得林靜寅委員上一屆是不分區 那在不分區的任內的時候 事實上也有說的蠻多爭議性的話 比如說在勞基法一例一休的時候 他是本身是醫師出身 但是他不怎麼挺醫護 然後記得還曾經在 像現在我們國家的少子化的國安危機的時候 他也說出了這種像 比如說在投國民黨就不要生小孩 這種言行比較偏頗的話 那我看有一些政論節目上 有時候的引用的也不是非常的正確 就是都是比較先有立場再來發言 所以我在想說 以這樣子的人是不是有辦法真正的 用心的代表台中中二選區 來擔任好一個好的立法委員 這個大家中二選區的選民要好好思考 有時候民進黨用人大概會看 有可見你看沒當部分區的話 很多人為什麼還是努力的 很多人為什麼還是很努力的去表工去做 就是因為民黨是一個還是 你努力當車椅 只要你不分青黃照白 只要你就是只要顧好這個立場 你以後就是有機會再獲得提拔 那很多人大概這個算是中南捷徑吧 民主國家以民為本 對於民眾深切關心的議題 民意代表應該要能夠反映 我們要試問林前立法委員 這個民黨所提出來的一個補選的候選人 對於萊豬進口台灣 您的態度是怎麼樣 對於萊豬進校園 您的態度又是怎麼樣 對於空污的問題 還有其他民生的議題 您的態度是怎麼樣 是依然為執政黨辯護而已嗎 這樣的人是我們所需要的民意代表嗎 我覺得林淨儀參選應該是一個 少數可以讓支持者或反對者 都非常High的一個人選 因為林淨儀在從部分區委員 卸任之後其實在這個 以他的醫學專業 在疫情時間多次發言 然後構築了一個非常厚的同溫層 那對於不支持的朋友來說 也會覺得說 走了一個男的陳柏惟 來了一個女版陳柏惟 實在是太High了 因為畢竟林淨儀過去 在部分區立委期間 跟他卸任之後 作為一個網路上的意見領袖 都是幹話滿天飛這種類型的 怎麼說他在當立委期間 其實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撈基法修了 引來很多的抗議者的電話 打進他的辦公室 結果就沒人接電話 然後林淨儀當場被酸成林淨英 結果後來他的助理非常生氣 也說什麼我在大便什麼之類的 然後網友跟支持者更是氣炸 想說你也太誇張了 畢竟中二選民才剛剛告別一個 陳柏惟又迎來一個女的陳柏惟 會怎麼選擇 我就覺得恐怕要再觀察一下